在高中的時候也是一直在穿高藥褲嗎 我不曉得 其實我不是穿高藥褲 我只是腳比較長 出席網路直播活動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和擔任Youtuber的台大牙醫系學妹同台 還挑戰快問快答 簡蘇培跟王世堅 跟王世堅調到水裡面 你會救誰 我能不能兩個都不要救 我有一根郭台銘 你覺得誰比較可以帶領台灣 我會挑郭台銘 大老闆還是有他的思議 因為整個國際還是比我們熟 有看過市面還是有差 而2024總統大選最新民調顯示 柯文哲支持度首次月居第一 獲得33%選民力挺 民進黨的賴清德30%緊追在後 國民黨侯友宜以23%依然在第三名 不過美麗島電子報 五月底的民調顯示 排名第一的則是賴清德 支持率35.4% 柯文哲和侯友宜 分別以25.5% 跟百分之二十二點六 分別名列二三名 六月的政黨支持 欣向綠營依然以百分之二十四點六 排在第一 民眾黨則以百分之二十二點二 位居第二超車藍營的百分之二十點四 跟五月時相比柯文哲的支持度獲得大多數年輕選民青睞 二十到二十九歲及三十到三十九歲南瓜五成以上其餘各年齡層也都全面上揚 這其實相對的啦 這相對啦 只是其他的政治人都很無聊 不論是尖銳嚴肅議題 還是夫妻相處之道 柯文哲全都直白回應 要以各種方式牢牢抓住年輕族群 華視新聞機關黃昭盛SG小組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